昨天我在节目里 我不是讲了一个蔬菜盲盒的段子吗 对 遭报应了 因为当时我贼嚣张 我在台上我说 蔬菜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卖盲盒的 我哪能想到是吧 预言家乱跳啊 是不可能有好下场的 当时确实很困难 很困难 就是连什么很多东西都很难买 鸡蛋都不太好买 我还发了一个微博去抱怨 好在我这些朋友是吧 人都很好是吧 有七八个朋友各种途径 给我送来了两百多个鸡蛋 七八个朋友啊 一个送西红柿的都没有啊 这群透口球演员的智力真的是 到后来我家都用鸡蛋饼 卷着荷包蛋蘸鸡蛋酱吃 后来我都崩溃了 我看着那些鸡蛋我都想是吧 我要是会复旦就好了 我都恨自己 我当初为什么要上交代呢 而不是复旦 我跟王建国一起演漫才是有后遗症的 你这rud着老体会 好好就是 我们还 Make No 我觉得